市長跟苗博雅議員在議會裡面有一些爭辯 他就問你一個很簡單的題目 他說 核四公共同學到底是同意 不同意 還是沒有意見 你怎麼不回答 每一個決定 你知道 他後面要配套措施 所以不是單純的說 S 或 No 我還記得我台大醫學系四年級的時候 我們的外科第一堂課 他說我們要決定開刀 討論三個問題 開刀成功會怎樣 不開會怎樣 還有一個開刀的併發症 所以這不是單純的 S No 這個你要把後面講清楚 核四基本上我是反對的 基本上我是反對核四在興建 但是這樣 我們做出這個決定以後 後面的配套措施要先想好準備好 所以不應當是一種政治表演 對 我不是發送的 核四我知道是非常風險 非常高的東西 但是 我跟你講 但是這個國家也要講清楚 你後面是什麼 你不能後面都不講 你來叫我們處理前面 那今天政府已經告訴你 後面就是再生能源跟燃氣啊 使用燃氣比較乾淨 這大家都曉得 每一度電差0.8元 市長不要再扯開話題了 在議會上你好像有點生氣 苗布亞議員說你扯開話題 你有再扯開話題 沒有 我只要跟他講說 我們做每一個決定 如果我們決定要這樣測掉 那後面那些配套措施要講清楚 台灣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核四在過去四十年 昏昏擾擾你知道 到現在花的快要三千億了 一度電都沒有發 還有一點啦 今天一直在講核四 那我問你啊 核一 核 核三四是怎麼處理 這不是單純的擁核或反核 這每一個決定後面的配套措施要想好 我不知道他2025年的非核家人 就是說他燃煤30%的 然後燃氣是50%的 然後再生能源是20%的 但是我知道這很明顯有問題 使用天然氣當然比燒煤炭乾淨 但也不是完全乾淨 因為它是碳排放 但是最重要是價錢是不一樣的 這個據我所知在現階段 大概每一度電就要差到0.8元 每一個決定都是有代價 再來就是說 如果是燒煤炭的話 因為它煤炭比較容易儲存 但是天然氣它很難 如果它只能儲存一個禮拜 我跟你講 那我們有時候台風 港口一個禮拜船進不來 所以你要當能源50%是來自天然氣 那天然氣它的儲存量又不是很大的時候 這是國安危機 這讓整個台灣的能源變得非常的不確定 你說再生能源就要20%的 我們現在才5.8%的 這不是嘴巴講一講 所以你先講說我要揮核 減煤 然後要蒸氣 然後展綠 你現在核電一停掉 它少12%的 你那個再生能也要追不上去 中間那個gap要怎麼處理 蔡政府能夠很清楚的講述說 你未來這段時間電都不會缺嗎 難道你真的要用愛發電嗎 好現在很多人都在說 那核四就是不安全嗎 真的不安全嗎 像核四是這樣 我們每次做疏散計劃都從來都做8公里 可是你知道很多國家做15公里或做30公里 因為如果做30公里的話要疏散幾十萬人口 那個要疏散30萬人口的疏散計劃 我們就是寫不出來 你現在幾十萬人口要破千 你要怎麼處理 所以我也知道核四是有它的困難度 它是要把當年那個舊的計劃拿出來再繼續 那個經濟效應啦 工程可行性 還有當年被監察工程什麼一千多項的疏散 到底是能不能改變 這有時候是要兒戲 那個燃料棒又送回美國又花了八幾億 現在還要再拿回來還是什麼 核一核二場我也去看過 核廢料就放在裡面了 因為藍魚也不讓你換 那請問你那個產生的核廢料要放在哪裡 大家也不是投票投爽的 像是蔡總統或者是苗布爾議員有說 就是要用燃氣啊 燃氣它其實是火力發電的一種 那其實大家知道現在空物的問題也很嚴重 你要知道全世界開始在 現境國家會開始用那個碳關稅的概念 會產生碳的它還是要課稅 燒天燃氣其實它還是產生碳嘛 就碳關稅的觀念來講 它也不見得有優勢 價格也比較高啊 儲存的困難嘛 所以它是讓整個國家的能源變得非常不穩定 如果現在台灣少掉12%的發電量你知道 再來要怎麼處理要講清楚 所以如果說今天 你認為這12%發電量不能補足 你同意核四商轉發電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啦 我跟你講齁 好啦市長我們不要在這邊繞圈圈了 大家都是聰明人 市民也不是笨蛋 我以我作為例子好了 我是代表市議員 這12%我認為應該用其他的能源 再生能源或是燃氣來補足 而核四我不同意它商轉發電 再生能源也不是說一二三 它就突然出現 事實上我也知道 目前在做風電你知道齁 沿海也是抗疫 居民抗疫很多 他說那個聲音你知道 那魚就跑光了 所以那個漁民也在抗疫 在陸地上也抗疫 所以不是想像那麼容易 還有一點齁 我們冬季轟比較大 可是我們台灣的用電量 是在夏天 所以你要用轟電的話 就馬上面臨一個問題 叫除能的問題 除能就大科學了 這不是那麼容易 我最近去南部看 光電你知道齁 其實大家很有意見 因為光電你知道齁 它就佔用太多農田了 還有人說在農田你知道 它還打那個水泥裝 所以這個破壞土地 不管是風電啦齁 或光電 坦白講都有它的困難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啦 有困難要足以克服 我們也沒有說完全反對 但是你要理性務實科學 來討論我們所面對的問題 所以我很討厭說在 也是在議堂上你知道齁 就隨便真的喊 問題是喊完以後 然後咧 你也是台北市的市長 你也是執政的 台北市在節電的這個部分 有做些什麼努力嗎 就像我們那個自來水 常常很多那個 從自來水廠到你家 岩爐就漏光光了 我們那個漏水率 從27%降到11點多 單單這樣一年就省下 半個回稅水庫的水量 如果我們用節能的電鋸 它就可以少掉很多 所以事實上我們 109年跟109年比起來 我們節電大概省了4.1多度 我們把節電當作一個重要政策 所以包括這個冷氣機的更換 LED燈我們也大幅在改 我們節電家具有一直在推 所以我們在過去幾年當中 其實在經濟部我們的評比 台北市是節能這一項 是算是最優的 另外就是其實我們有公民電廠 其實台北市在這種 再生能源的推展 光電我們是很認真在推的 公家的這種建築物上面 從那個淨水廠到捷運站 我們都一個一個把這個光電板做起來 而且也沒有比較破壞生態 其實這樣韓國的首爾 它也有類似這種就是節電的措施 對啦以前那個首爾的市長 就有提出那個省下一個核電廠的公民運動 就是說我們節電的話你知道 我們就不必用那麼多電嘛 對不對 就可以少蓋一個核電廠 與其蓋電廠不如去節能 好所以市政市長其實跟我們講了很多 這麼多的問題你還要告訴我 可以用yes or no回答嗎 我們每一個決定要很負責人去處理 所以我不太贊成說 把這種複雜的問題簡單化 搞意識形態做政治動員 結果大家都沒有負責人 所以不管贊成或反對人 都沒有去回答人家真正要他處理的問題 對於節約用電來講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說 台灣的電價真的是太便宜了 據我所知你知道 我們台灣的這種五大製造業 一年的電費補助將近400億元 我們電費太便宜 然後還補貼 然後大家就不發展節電的這種產業 就繼續浪費電 所以整個國家還是在內耗 還是那一句話 理性務實科學不是喊正式口號的